包括衛福部基隆医院院长林三琦 衛福部衣服会执行长林庆峰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资委 以及国策顾问暨庆安公主委佟永 和基隆市长谢国良秘书 以及市议员许瑞茨 市议员何书平服务处主任等人 一起高唱生日快乐歌 为衛福部基隆医院成立126周年庆生 并且由衛福部衣服会执行长林庆峰 基隆医院院长林三琦 副院长陈伟达 秘书李林梅等人 分别表扬基优及资深医护人员志工等人 基隆医院也感谢各界的支持 让院方在各项软硬体方面持续进步 提供民众更舒适的就医环境 来陆续完成了这一场人类 包括非常多的一个改善 包括我们的这一个综合大楼 长年来有漏水的问题 我们预计小瑞姐会完工 解决我们长年漏水的问题 我想在布立院里面 126年是真的不简单 更不简单的是我们保留了建筑 我在副院长阵内去过 我们一百多年的布立院 包括我们的台中医院 我们的嘉义医院 我们的童物医院 他们历史跟我一样都是一百多年 但是他们多烦情 贵宾们也感谢基隆医院 百年来守护大基隆地区 民众的身体健康之外 也期免基隆医院 继续努力提升整体医疗品质 持续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那在一任的一些医院 他在底下 他一直睡觉一直睡觉 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期许基隆作为北海岸地区的医疗中心 各大医院都可以朝向功能性 特色性的整个发展规划 布立基隆医院维持既有的优势 跟我们周边的医院进行专业的分工 那我想我们市中心 有非常大量的需要基隆医院来帮忙 那我们未来可以朝向 很多医院可以做好分级 那些医院部分 然后我们的市立医院未来 所有的期许 可以朝向在地化 然后长照化的发展的方式 那我们的分工医疗院 所有都可以分工的更明确 公司民间合作方针可以清晰 就是我们对基隆医院 未来医疗院的一个重要难途 只有办法完成 不然单靠我们基隆医院真的很难 26家固域医院 我们总共有几千床 一千一万一千床 我们的这个工作团是将近两万多人 那我们的整个PR 就是我们占健保大概百分之六 百分之六 所以一年八千亿占百分之间 将近四百多亿 但是每一次我来看这些报表 KPI的时候 突然每一次都会跳出 跳基隆两个字了 所以从这个跳出的这个数字里来看一下 我现在刚刚医长讲 稍微中间片一点点 就是我们希望 再多给基隆一些帮助 多给基隆一些我们的资源 这个不再不为过 对不对 活动现场也播放基隆医院 一年来在医疗及社会服务 和医护人员庆祝院庆的影片 为一百二十六周年怨庆祈勉和祝福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